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区块链技术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挖矿大作战 区块链的能量来源 二 链上侦探 追踪区块链的每一笔交易 三 加密货币 数字金矿还是泡沫糖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挖矿大作战 区块链的能量来源 各位同学 区块链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互联网冲浪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挖矿大作战 区块链的能量来源 首先 让我们穿越回古代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祖先想要挖矿 他们可能需要一把锄头 一些坚固的工具 还有一群肯吃苦耐劳的矿工 他们在地下挖掘 寻找金子 银子 宝石等等 这个过程中 能量来源很直接 就是食物 矿工吃下去的每一口面包 都转化成了挥舞稿头的力量 快进到21世纪 我们的矿工 不再是挥汗如雨的人类 而是一台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 这些现代矿工在挖掘的是 数字货币 比如著名的比特币 他们的锄头是复杂的算法 而力量的来源 则是电力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就是那个让你家里灯亮起来的东西 现在的挖矿大作战 可以说是一场算力的较量 每个人都想要得到那一小块数字黄金 但是这需要解决一个 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 这就像是你在参加一个全球性的数学竞赛 而且这个竞赛的奖品 是实实在在的钱 但是 这场竞赛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挖矿的行列中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能源消耗 想象一下 成千上万台计算机 24小时不停地运转 这消耗的电力是巨大的 有人说 如果比特币是一个国家 它的电力消耗 将会排在世界的前列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一边是数字货币的矿工们 在为了挖矿 而争夺着世界上的电力资源 另一边则是环保主义者在担忧 这种消耗对地球的影响 你看 这就像是一场现代版的黄金热潮 只不过这次我们追逐的是数字黄金 而且这场热潮对地球的影响 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要大 幸运的是 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开始寻找更加环保的挖矿方式 比如 有人提出使用可再生能源来为矿机供电 甚至有人尝试利用太空中的太阳能来挖矿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电影的情节 总之 挖矿大作战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域 它不仅仅是关于财富的追求 更是关于人类如何在数字时代中 平衡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 而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有责任确保这场大作战 不会牺牲我们宝贵的地球为代价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有人在谈论区块链挖矿时 不妨想一想 这背后的能量来源是什么 以及我们如何能够使这个过程 变得更加智能和环保 这样 我们不仅能够挖掘到数字世界的财富 也能够保护我们 耐以生存的这个星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等我们介绍一下 变上侦探 追踪区块链的每一笔交易 各位同学 区块链爱好者 数字侦探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链上侦探 追踪区块链的每一笔交易 请把你的侦探帽带好 我们即将踏入一个充满神秘数字密码 和加密交易的世界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区块链是什么 区块链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 一个由一系列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区块组成的链 每个区块都包含了一批交易记录 而这些记录是公开透明的 这就像是一个永远不打烊的银行 记录着所有人的账单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查账 但你只能看到账号 看不到账号背后的具体人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链上侦探的工作 链上侦探 就是那些利用区块链的透明性 来追踪交易的专家 他们的工作听起来很酷 但其实也非常繁琐 就像是在海量的数字海洋中寻找特定的水滴 想象一下 有一笔非法交易发生了 链上侦探 就像是电影中的侦探一样 开始追踪这笔交易的踪迹 他们会使用各种工具和技术 比如区块链浏览器 这是一种可以让你查看区块链上 所有交易的搜索引擎 他们还会使用交易图分析 就像是制作一张巨大的家谱图 但这张图记录的是地址之间的交易关系 有趣的是 尽管区块链的匿名性 但每个交易都是公开的 这就像是你戴着面具在透明的房间里跳舞 大家看不到你的脸 但你的每一个动作都逃不过观众的眼睛 链上侦探就是那些专注于观察你舞步的人 当然 链上侦探并不总是追查犯罪分子 有时候 他们也帮助那些不小心把数字货币 发送到错误地址的人 或者是企业和个人验证交易的合法性 他们的工作就像是数字世界的守护者 确保区块链的透明和公正 不过 要成为一名链上侦探并不容易 你需要对区块链有深入的理解 还要精通各种追踪技术 这就像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只不过这门语言 是由一串串复杂的代码和加密算法组成的 最后 让我们以一点幽默结束今天的分享 链上侦探的工作可能听起来很神秘 但有时候 他们也会遇到一些奇怪的案件 比如 有一次一个侦探发现了一笔巨额交易 结果追踪下去发现 那只是一个富有的加密货币爱好者 在给自己的钱包转账 就为了看看自己的数字资产 在屏幕上跳来跳去 这就像是在自己的银行账户之间转账 然后兴奋地看着数字变化一样 所以 下次当你在区块链上进行交易时 记得 可能有一位链上侦探在某个角落里 正用他们的放大镜观察着你的每一步 不过别担心 只要你没有做什么坏事 他们只会是默默的守护者 确保这个数字世界的秩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加密货币 数字金矿还是泡沫糖 各位同学 区块链爱好者 投资大师 以及偶尔迷路到这里的互联网冲浪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加密货币 是的 你没听错 我说的是古老 因为货币的故事 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贝壳和金属币 而现代则是因为 加密货币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加密货币 它是一种基于密码学原理的数字货币 不由任何中央权威发行或管理 而是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区块链 来维护交易记录和发行新的货币单位 比特币 作为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加密货币 它的诞生 就像是在数字世界中发现了一座金矿 但是 这座金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开采的 你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去挖矿 这个过程就像是解决一系列复杂的数学难题 成功解题的人会得到一些新生成的比特币作为奖励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在玩一个全球性的寻宝游戏 然而 加密货币的世界并不总是光鲜亮丽的 它的价格波动性极大 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坐过山车 一会儿冲上云霄 一会儿又跌入国底 这种剧烈的波动让一些人一夜暴富 也让一些人血本无归 因此 有人将加密货币比作数字时代的泡沫糖 甜蜜诱人 但是一不小心就会被咬破 留下一地的糖渣 那么 加密货币到底是数字金矿还是泡沫糖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取决于你问的时间点 如果你在2017年底问这个问题 当比特币的价格接近2万美元时 很多人会告诉你 这是一座金矿 但如果你在2018年初问 当价格跌破6000美元时 那么泡沫糖的说法可能更受欢迎 不过 不管是金矿还是泡沫糖 加密货币都已经改变了我们对货币 投资甚至是金融体系的理解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数字时代 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是一串代码 一种信任 一种共识 还是仅仅是一种投机工具 有趣的是 加密货币的故事并不仅仅是关于财富和投机 他还涉及到技术创新 社会运动 甚至是哲学思考 比如 比特币的匿名创始人中本聪 他 他 他们的真实身份 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就像是一部现实版的侦探小说 让人忍不住 想要揭开谜底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无论加密货币最终被证明是数字金矿还是泡沫糖 它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现象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了货币的价值 金融的未来以及技术的力量 所以 即使你不打算投身于加密货币的狂潮 了解它 学习它 也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尊重 现在 我想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认为加密货币是数字金矿还是泡沫糖 或者 它既是金矿又是泡沫糖 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见解和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有关区块链的话题 挖矿大作战 链上侦探和加密货币 通过这些话题 我们可以看到区块链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和影响 在挖矿大作战中 我们看到了数字货币背后的能量来源和环保问题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追求数字财富的同时保护地球资源 在链上侦探中 我们了解到区块链的透明性和公正性 以及链上侦探如何利用这些特点来追踪交易和维护数字世界的秩序 在加密货币中 我们探讨了加密货币的起源价值和波动性 无论是数字金矿还是泡沫糖 加密货币都在改变我们对货币和金融的认识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挖矿大作战 链上侦探和加密货币有什么看法和故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见解 让我们一起探索区块链的未来 为数字时代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